民众上大号后的必备动作就是擦拭屁股 不过究竟该怎么擦拭其实有症解 外科医师表示 使用错误的擦拭方式恐产生尿道感染 肛门错伤发炎 屁股发痒 加剧直肠问题等 建议五点请民众特别注意 外科女医师黄玉纯在脸书粉砖 致灵子子黄玉纯医师良好生活 大肠直肠肛门外科女医 痔疮手术表示民众一般上完厕所擦屁股时 动作其实很重要 她点出了五点是擦拭屁股时需要注意的事项 第一点从前往后擦屁股 以女生来说比较建议此方式 因直肠区域有较多的细菌 若将卫生纸由后往前将有可能将细菌带到前面 更有导致尿路感染的风险 建议女性大号时应尽量从前往后擦拭 第二点卫生纸学问大 建议尽量避免挑选太过粗糙的卫生纸 如擦手指 厨房纸巾 不过也应避免选择太薄 可能擦破或是让手指沾染到脏污的细菌 第三点站住坐着都一样 不论是哪一种姿势差异并不大 主要取决于民众的个人偏好与顺手性 第四点擦屁股时不要用力擦洗 若太用力擦洗可能导致肛门口破损撕裂 引起发炎 若为痔疮患者或肛烈患者也需特别小心 建议以纯水 湿纸巾来清擦 或选择温水冲洗马桶来清洁 第五点湿纸巾学问大 建议民众避开清爽 含酒精 香精成分的湿纸巾 以减少外阴部与肛门周围有刺激与皮疹的现象 民众可使用纯水湿纸巾 也可以与一般卫生纸交叉使用 先使用一般卫生纸擦过主要的脏污地区 再来使用湿纸巾擦过让水分可粘住脏污 最后再用一般卫生纸轻擦拭 医师表示若擦拭的动作或使用的卫生纸 湿纸巾有误 可能导致尿道感染 肛门口挫伤发炎 屁股搔痒 或加剧任何现有的直肠问题 如痔疮或钢裂 另也建议民众擦拭屁股时 除了肛门口 屁股缝外 屁股的缝内两侧也可以顺道带过一下 尤其当有水变 下例情形时可能较会污染到 感谢收看 欢迎订阅 按赞 分享 感谢观看